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新到货的KS 是这个卡内基 钢铁大亨卡内基 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个德士 但是我当时就只是单纯的支持一下 并没有太感兴趣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开箱 能不能改变我对它的想法 插画师也是最近非常火的 ENO2 最近简直是杀超神的插画师 所以我支持的还是直接是一个中文版 非常棒 这里面这个说明书也就是这个中文的说明书 待会可以啃一啃看 看到底会不会比英文的好啃一些些 因为我之前还尝试在BGA上面 看它英文的说明书来着 那么说不定待会看着看着 就要翻回那个英文的说明书去看了 我来看看 这个卡内基一号托转包 这个收纳是非常的舒适 怪不得艾迪说这个production非常的薄 卡内基新开始 这是什么 这边有一二三四四个玩家 Game Trace 以及这边应该是玩家的版图 也就是你的公司 我们拿去看看 镂空的 这边的话明显可以看到背面有凹痕 我刚刚这么一拿 感觉看见给它给挤坏了 它为什么要一个这个底呢 它可能往里可以擦槽擦东西吗 这个设计喜悠参半吧 试玩之后才知道到底好不好 继续 这是一个小版图 这也是一个板块 公司四个部门的板块 然后这边是它的这个主板图 我们赶紧打开来看看 不得不说这个收纳是极度的舒适 这个画风确实很一眼 单面的版图 背面就是纯色 反正是一个美国地图 毕竟是这个美国的钢铁大亨卡内基的故事 我们继续往里看 刚刚这个板子呢 反正有两套 一个左一个右 应该是这样子 继续往下 公司的这个小房间的这个收纳 也是非常的舒适 我们打开看看 它这边给你粘起来 背面呢 也给你标明了 这是四个部门嘛 哦 透明胶一拿 就直接就全部乱了 证明它这个盖子 其实是没有卡得很稳的 建筑每样有两个 继续往下 这边是资源 你这个底部呢 就是有这个牌 和牌套 然后给它套上 这样看起来的话 这边它同样的这个建筑 它还会有一些别的 倒是不是很一样 这些可能就是随机洗进去的吧 我只能这么猜测 以及这边刚刚说的那个公司板块 就是这个部门的这些板块 应该是可以这么拼起来 这个样子 就给它拼成了一个整个的板块 那么总共就是这么八个板块 那么在刚刚这个收纳下面呢 总共有四个 感觉像是游戏结束的 总算分项的感觉 可能那个随机的设置 一样的 最后就是有一台小火车头 金属火车头 可能是拿来当这个手玩家标记 那么 这么几个大的木件标记 拉进来看 金属的火车头 以及这四个标记物 以及这个 看上去像是一个木件 那其实是一个金属件 非常的沉 跟这个火车一样 是一个金属件 可以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这些建筑物的这个板件 可以把它一字排开 16个额外的这种建筑板块 我们来看看这个资源卡得非常的死 我们打开看看 有一点点酷炫 这个10块钱看起来像是金属质感 但它其实是一个亮面的这种板件 就像那种糖果纸的那种亮面 纸质的板件 5块钱或者1块钱 各拿一个给大家看看 这个绿绿的美金 那么剩下的其实就是小木块 大木块 我们可以来看这楼卡牌 4个小抄纸 然后我们按卡备分 不同的部门 以及剩下就是这个问号 我们来看 先是这个没有任何背面的标题的 这个人力部门 管理部门 建设部门 最后这个是科研部门 这边是这个问号的牌 我们看看都是些什么 好的 我们来看看每个玩家的这个自己的小盒 里面没有什么 里面有4个颜色的这个板块 齿轮是怎么回事 然后有你一个初始的资金 可能是这个12块钱 那就放了真正好好 这边还有你初始的资源也已经有了 有4个小方块 这一个标记物 还有若干个这个大的圆柄标记物 以及若干个这种你玩家颜色的这个米宝 还有一个这样的标记物就完事了 这样的话呢这个卡内机开箱 其实就开完了 还是一样 我们会第一时间去玩 老玩完之后呢 我们会在杂餐里面去聊 那么我们杂餐里面见 拜拜